今天我們的主題是 《發生什麼事? What's happening?》第四集 一位女性髮廊經營者的心路歷程 第一條問題 你為什麼要做發言師呢? 你幾歲開始有這個想法呢? 我做發言師是因為 首先自己喜歡幫人辦理 中學的時候我都開始對這個行業有興趣的了 那時候通常會給人家弄頭髮、剪頭髮、厭頭髮 很小時候開始弄頭髮 每一次弄得都很不開心的 回到去都會哭的 為什麼? 每一次都弄得我不滿意 因為我們都不是漂亮 加上頭髮對我來說是重要的 我自己在想 我不如自己去做 自己又很喜歡幫人辦理 又會去學頭髮 又學化妝 結果我就選了頭髮了 你被人剪得不漂亮 不漂亮的原因是否因為他們沒有接受過正統的培訓 的情況下呢? 那肯定是 因為他們通常做的都是師傅、老師傅 夠年輕的 老師傅有心構的你就拿得多些 沒有心構的很多都是開一間法廊 就不斷做不斷剪 剪他自己喜歡的東西 是 他們就沒有理會客戶是要什麼的 那好了 你說你想入行 那你進去學 是不是進去正統的學校那裡學的呢? 我學過一間叫Thomas and Guy 那他們整個全的課程 我都拿到他們整個一年的流程 那整個就會學完最基本的東西 那學完之後做什麼?做師傅了? 那學完之後出來就自己就不知道 沒有方向就會去找一間法廊去做歌 那我去做那間法廊就很厲害做rebounding 拉席的 那就打好我的工作拉席的了 一天可以拉十幾二十個的 第二間我做那間就比較厲害電的 電頭髮和電頭髮 那我又在那裡學到另一個就是電那裡 那就自己打好的基礎 一個部分一個部分去upgrade自己 你比如你學了拉直頭髮 學了電頭髮 那你在學校出來之後 多久正式成為一個全能的師傅呢? 多久裡面應該是不到三年 不到三年 那你都上升得很快 那你的銷售能力呢? 當時得了沒有?那三年裡面? 銷售當然不行啦 銷售這個東西都是我有經驗的 我要學的 那你有多久呢? 你覺得自己銷售能力OK呢? 大概有 有六、七年了 六年 那其實我為什麼問得你這麼清楚呢? 因為我自己估計過一個初學者 起碼用十年的時間才可以成為一個成熟的發言師 你還可以成為一個優勢 就是你讀了一年書 有些是沒有讀了一年書的話 可能他的那個路程會更加艱辛一些 你認為嗎?你覺得讀了一年書 對你的作用大不大呢? 你認識到基本的東西 都有幫助的 那就一出來 初初那兩三年是一定有幫助的 你分享一下你的過程和你的經歷 人忙的經歷 是沒有想過開店是不簡單的 現在市場有很多人都是 一學完之後 或者打了兩三年工就會去開店 那之後就不想做了 就拋拋就調到那些報章 就夠勾錢啊 10元啊12元剪頭髮 那可能我自己對自己有要求 就開了一個店 要麼就要做 不做 要麼就要做 做很好來 對我來說辛苦是因為 很想去做專業化 怎麼去做整個法郎 就是很多人都看不 覺得這個行業不好 不正經 又或者是 就是沒有得到輸啊 做這行 那自己就要爭取 因為身邊的人都不會鼓勵你做這個行業的 因為我22歲就開始開店了 那很多身邊的朋友 都是同年紀的朋友 就不會有人給你任何的意見 身邊的人更加不需要 因為他們都不支持你 那就自己愛去 一定會去找辦法 搞盡腦汁去努力去做 22歲開店啊?你真厲害 我問你多少歲啊Karen 今年37歲 好了 今天你有這樣的經歷 22歲就開店了 肯定你有過你的快樂 但是有沒有想過 曾經有過想放棄的一刻呢? 我快樂的事情就是 那我就很喜歡去韓國 或者去中國啊 或者其它國家 我都會嘗試人家的salon 怎麼做頭髮的 剛好我去到那間呢 和大家分享一下呢 去到那間就 我去 make appointment 電頭髮 電完頭髮 電完頭髮 那個過程呢 給我感覺到是很舒服的 為什麼呢? 他們的服務 他們的流程 他們的時間的標準 和中間的服務 他們的員工 他們的流程 非常之好 那我就很想這個事情 在我的髮廊那裡發生 那我就去問他們 你們有沒有學院啊? 有沒有什麼可以學的? 有沒有課程? 我第二天就 make appointment 和他們的老闆去他們的學院 那我去他們的學院 哇 他們給我解釋得真的很清晰 他們的學院那時候 四年前有250多間 目標是要達到500間 每兩公里都會有一間他們的髮廊 說我興奮得真的很開心 想這個東西帶回去馬來西亞 那我想放棄是完全沒有的 所以我們剩下一間 不過我反而就覺得時間多了 人輕鬆了 開心了 還有多些時間去規劃未來的東西 在你做這個過程之中 你的職業生涯之中 曾經發生的最大件事 你覺得很大件事的是什麼? 最後你有沒有解決到 你的心情 你怎麼想辦法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通常最大件事發生在我身上的時候 我都會 首先是去逃避 自己去自己在一個地方 我最喜歡在我的辦公室那裡 自己去冷靜的 之後就去觀察自己 去看事情 去想清楚 第一、第二、三私了的問題 是不是自己有問題 然後就慢慢做去 可能不是一夜之間可以變得會另外一個人 但是一直去檢討自己 我們去到第三點了 為什麼當初我去創業 創業是因為我這個人很害怕就是停留 如果我幫人家打工的時候 那間法廊如果是每天做同一件事 如果工資沒有發展的話 我會很害怕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我可以緩工的 我會覺得來來去去 那個法廊都不會再去發展的 就是用一個模特兒 用一個方式去做 做到他不想去做 那我就覺得很沒有安全感 老闆答應了給員工的那些福利 他又做不到給我 那我就自己去找我自己 沒有辦法之下我才去創業 是的 就說老闆應該要服務員工 員工就要好好服務你的客人 這個是一個循環 我在這裡順便和老闆提一提 請你們要好好留意你的員工 怎樣帶領他們的成長 既然他們成長的時候 你怎樣好好的給他們一個機會 你給他們機會就是給自己 是吧 還有你怎樣令到那個員工可以安心 繼續大家 他看你服務 也都看客人服務 老闆是要負責發展 還有要照顧好自己的員工 這個是最重要的 你有預測到今天的成就嗎 當初 還是你已經達到你的目標呢? 那我就不算是有什麼成就 就是自己就一直以來很早結婚 那很多人都會覺得 女人就結婚生子煮飯 我就不想做這個 覺得女人其實都可以做很多事情的 身兼很多職的 只要我們是專注自己做的 就是自己有沒有心想做這件事 那你會不會鼓勵你身邊的年輕人 比如親戚朋友啊 又會不會鼓勵你自己的兒女 加入這個行業呢? 當然會啊 因為這個行業其實是 我覺得是很好的一個行業 因為做頭髮 每個人都需要剪頭髮 每個人都需要這個扮靚的嘛 以前就說一年剪一次頭髮 過年才弄頭髮 其實現在不是了 你的頭髮 你的衣著 你全身就是 你的頭髮就是最重要的那一部分 現在大家都困在這個疫情期間 你有什麼建議和鼓勵給其他的發營師 或者其他的行家呢?Karen 這個疫情期間 我們有的是時間 以前我們沒有的是時間 那自己呢 就把這個時間寶貴的時間 就彌補自己的很多的缺點 因為生命有限嘛 而知識就是無限的 第二件事就要好好地規劃 會鼓勵大家想完之後 目標了就會去實行 就不要再給自己的藉口 就是說我沒有時間 分享一下你對制度化 系統化 專業化的想法 在店裡面賺錢的地方 當然要有制度啊 因為沒有制度的話 那些人就不知行到去哪裡 先用自己一套方法 那你的公司就不懂得去成長 而系統的話 那個生意裡面 是一定要 make sure要做好你 那員工就不會想他用自己 平時在以前啊 我幫你打工啊 我幫你做工啊 這一個的思考 離在我們的公司那裡 上班啊 基本上是 下來的專業 都是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專業化就是要 把自己公司的定位 你要去哪裡 你要表達一些 什麼訊息 給客人知道 那我去下一道問題了 那Karen啊 你對於美法界未來啊 有什麼改善的建議和期望啊 希望做頭髮的老闆 就不要只是專注做技術啦 剪頭髮啦 或者做人客 很重要是要管理好的生意啊 期望下來 老闆的話 我也覺得老闆下來 就不需要好像以前的思想那樣啊 做得老闆就一定要駕駛車 或者是賣好的名標還是什麼 今天Karen也都講了很多 遇害提升的一些分享給大家 是啊 那你繼續努力了 Karen和所有的發言師啊 或者Salon的老闆啊 利用這個lockdown的時間呢 去重新去檢討一下 也去規劃一下 令到疫情過後呢 大家都有一個新的面貌 給你的顧客 讓他們重新認識你們 親近你們多些來 多謝Karen 拜拜 多謝Karen 加油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